那我们邀请到这个协会的理事长 李明珠 李理事长 理事长好 主持人好 那理事长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一般听众朋友对于社区安全与健康协进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当初是怎么样成立的 再回溯到在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一个纳粒风灾 它严重的侵袭了内湖 那洪水暴倒淹大水 造成山坡临时的一个崩塌 冲毁了民房合体 当时靠近山区的一个沟曲住家居民走壁不及 惨遭活埋还有无家可归 那天那场的天灾 惊喜了内湖的民众 要重新思考 对居住环境的安全保障 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事后也引起了惨观学民 各界及地方热心的人士热烈的回响 在当时的区长 孙清泉孙区长的邀请 然后也邀请了内湖有志之士 纷纷的积极的参与投入 社区安全防范的一个筹备工作 那那年纳粒风灾 内湖好像受灾非常惨重 是的 对 然后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有七位那个人命的伤亡 还有很多很多的财产的损失 对 就是因为那场的那个天灾 也带给当时孙清泉孙区长 很大的一个震撼跟无力感 也因为这份无力 他积极的寻求助力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来协助工部门 在安全这议题上 在预防也好 在事后的救灾也好 怎么整合社区的力量 来共同完成一件 社区救灾的工作 那我们整个这个协会的 组织架构有参考国外吗 有 我们是引进国外 那时候当时一个 国防医学院工卫的 白鹿白教授 他那时候在德国 把这部分一些想法 跟一些先进的一些理念 带回国内 也因为他带回了国内 那时候孙区长觉得 这部分就是他所想要的 也因为想要 所以也在内湖区率先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 来协助工部门 在立有未歹的时候 怎么整合大家共同的力量 来做好一件事情 那这个组织架构 是不是也帮我们谈一下 你们内部是怎么样的 进行一个分组 我们内部直接分为 行动团 顾问团 我们还有个礼监事会 礼监事会下来 就是秘书处来执行 再分组 工作委员会 文宣组 活动组 那工作委员会呢 就包含了居家安全 及社区家父联房的一个推动委员会 交通安全推动委员会 学校安全推动委员会 消费职场安全推动委员会 救援及休闲运动安全的推动委员会 蓄意性伤害防治推动委员会 所以这最重要就是你们整个推动委员会 是的 对 在理事长 既然你们当初的组织架构是参考国际的 那有没有所谓的国际认证的部分 有 我们从2002年的时候 我们前面所提到 就是一些关心社区安全人士 开始结合跨领域的力量 组成了推动安全社区的一个计划 那到了隔年的2003年起 更进一步草拟出六项 如何促进社区安全计划 包括了居家 交通 学校 消费职场 救援及休闲运动安全 和蓄意性伤害防治 等六项在内的主要推动目标 在2004年的9月4号呢 结合了内湖区相关公部门 及民营单位 还有赞助团体 等等 正式成立了台北市内湖 设安全社区及健康城市处境会 那我们本会的会晤 当时的赃程是参照 世界卫生组织 社区安全推广协境中心 就是WHOCCSP的一个准则 议定的 和国际先进的国家 安全社区是同步的安全规划水准 那协会获得了相关公部门的大力支持 得以结合地方的意见领袖 进行沟通合作计划 并且分区办理了多场的说明会 然后开始正式的推动建制社区 伤害监测机制 逐步的展开区内的伤害防治 及建制安全环境的一个实质的工作 因为我们任何的一个推动 要有根据那个实证的资料 去验证 然后去改进改善 那2004年9月成立到现在11年 对 再次谈谈好像得过两次的国际安全认证 对 然后我们在2005年 内湖区第一次取得了国际安全社区认证 成为全球第94个会员以后 为了将内湖安全社区做到更安全 迈入一个更安全的里程碑 到了2007年的时候 然后经过本会 礼监事及会员大会 通过更名为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与健康协进会 在2010年的时候 本会也累积了5年的一个执行的成果 再次通过更上一层楼的第二次国际社区安全社区认证 将安全社区的一个关注的范围 扩大到食衣住行娱乐等生活的安全上 提升了内湖区居民的一个活动 在内湖的人共同打造一个更安全健康 优质的生活环境 是我们协进会长期努力的一个目标 然后今年我们又累积了第二个5年的好成绩 积极争取2015年第三次国际安全社区认证 这进阶版的认证 可是目前台湾第一个能持续推动安全社区最持久的会员 我们持续将社区安全和健康的新的理念 进一步推广到社区各个角落 透过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配合通报 不安全点 从生活安全实际需求出发 居民共同参与提出了各项安全与健康改进的一个具体方案 建立更良好的安全体系经验与共同成果的分享 也感动了更多团体及自工加入本会的一个工作行列 那所以是今年2015年又要第三度的认证 对 那是几月的时候 我们计划是在今年的10月份 理事长那是不是也帮我们谈一下安全社区这个概念 那跟我们以前最早我们常常听说的这个守望相助会有什么差别 先谈一下守望相助好了 守望相助的部分在一个里里面 那你也知道一个区里面 每一个行政区都有很多的里 那协会这边协进会这边是整个内湖区 所以它是内容物是不一样的 那安全社区的概念呢 就是来自于瑞典 刚刚前面有提到白鹿教授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理念带回国内 就早在1970年到1980年之间 瑞典的和第三个社区 当地人以社区的力量借由共同整合性的一个法则 成功的发展出地方性的一个伤害防治计划 有效地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 这个计划内容包括了改善社区环境 对社区居民实施共同安全教育训练 制定了社区安全规约 要求居民共同遵守 1989年在瑞典举行的第一次的全球意外及伤害防治会议 大会宣誓宗旨 所有的人类皆有安全与健康的一个平等权利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9年授权瑞典斯德格尔摩皇家医学院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推广协境中心 WHOCCCSP 订定了一个安全社区准则 以公开认证的方式来表彰 凸显国际各社区会员对社区以安全为标杆所做的努力成果 以达到推广促进安全社区的理念 形成世界性的一个安全社区网络 安全社区呢 它是指一个社区能在民众共事下 结合社区内所有的人力资源 共同为了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一个伤害 营造安全的一个环境 促进人际和谐 增进每一个人身体心理及社会全面的安逝 而不断努力的区域安全活动的一个运动 刚刚理事长已经提到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再来理事长也跟我们谈一下 当初接受这个国际认证是怎么样的认证 国际安全社区这个部分的认证 我们会依据WHOCC的一个安全社区的七大准则 第一个部分就是安全社区必须具备一个基于伙伴和合作关系跨领域的团体 来指挥运作推动社区安全的一个处境工作 第二个部分安全社区必须有长期性和永续性的一个计划 并且能涵盖所有性别年龄层环境和情况 第三安全社区计划中必须要有高危险群和高危险环境为目标对象的一个计划 还要有对易受伤害的族群做安全处境的计划 准则四安全社区计划的一个推动必须基于实证资料 准则五安全社区计划必须能提供伤害的频率和受伤原因的记录 准则六安全社区必须有对计划内容执行过程及改善效果的评估 准则七安全社区必须能持续参与国内和国际安全社区的活动 根据上面七大准则实证资料汇集成申请书以后 我们会向国际WH OCC提出认证的一个意向书 提出申请认证 然后国际会派员来实际评见我们有没有通过 这样的一个规范 它来评见的时间是大概多长 我们书面评审的部分就好几个月 然后它实际会依照我们申请书的内容 来做实地的一个评见大概两天左右 刚提到是国际认证的部分 那其实整个社区安全它最后成功的因素 相信一定是社区本身的居民 因为居民的参与度认同度 才是最后这个协会会不会成功 那再次帮我们谈一下 你们本身这个协会如何促进居民 他们本身对你们协会的向心力 这也是我们协会一直以来努力的部分 我们积极的协调努力结合公部门 跨领域各单位及民间企业团体 然后透过协会的平台 也结合了不同的资源 共同组织推动工作小组 邀请地方热心的人士 事身参与协调凝聚共事 推动专题提出改善方案 进行寻求评估 协助我们目标达成的六大安全主题 当初你们要成立这个内户社区安全协进会 我相信一般的居民一定都会很支持 可是最终最终的目的 情感要维持 要长久的交流才是最重要 那你们有没有办过什么样的活动 来维持这个居民的感情跟向心力 我们刚开始推动社区幸福利 这个部分我们借由活动 来邻居大家对协会 对社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认同 在这部分我们透过活动的一个连结 横向的连结 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透过参与 还让民众更清楚的了解 社区在推动事务上 是需要大家共同一起协助来完成 而且你们参加的居民还要签所谓的意愿书 意愿书是不是也帮我们讲一下 我们去年在年底我们做年度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即将在2015年第三次国际安全社区认证 那为了让民众有参与 有意愿去了解目前我们所推动的事务 所以我们在那个当时就推动了一个国际安全社区的一个认证意愿书 让民众知道安全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安全的环境 和谐的人际关系 及每个人身心与社会都安适的状态 是大家所向往的 可是安全它不会从天而降 必须努力追求 2002年内湖区在众多热心人士的发挥睿智恶不舍 有计划而努力下 使内湖发展成了安全社区 并陆续通过了2005-2010两次国际安全社区认证 在延续荣耀不断精进的使命下 我们透过了惨观学民的合作持续改善 让安全的进步看得见 我们将于2015年第三度向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安全推广协境中心 WHOCC CSP申请认证 为了表示决心 我们还特别邀请民众一起来参与签署这项意愿书 表达对内湖国际安全社区提出第三次认证申请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讯事书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具体的提出了五项 让民众很清楚的知道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愿意随时随地关怀他人 不论男女老少职业贵贱 第二个部分 我们愿意在发现社区有安全疑虑的人事物的时候热心通报 第三 我愿意积极参与安全社区的营造 且持续不间断 第四 我愿意与他人分享安全社区美好的经验 不偿私 第五 我愿意尽心尽力 持续协助推广内湖国际安全社区 透过这五项的一个宣示 让每位民众也都知道 我也是成就国际安全社区认证的最重要的一位 刚刚这意愿书那五点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承诺 就是参加之前一定要下承诺 是 我们提到这个社区安全 还有这个健康协助 光是这两个部分可能就牵扯到所谓的公部门 一定要有一些合作 总不能民间自己在做 然后公部门完全没有办法去配合上 那再来是不是跟我们谈谈 跟市府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合作吗 有 因为本会是为内湖社区跨多方资源汇整合作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当然绝对扫不了公部门 还有市领域就是企业的部分 各行各业的领域的一个力量 我们达到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合作的团体就包括了公部门 就是区公所 内谷分局 内谷消防局 内谷健康服务中心 捷运局 还有防灾管 接下来就是邻里区域的一个系统 各级学校 公益社团 以及各级的一个医疗院所 企业团体 自工团队 及赞助单位 因为我们是个纯公益社团 所以我们的经费也都是由企业 回馈社区的一个方式 来协助协会这边的运作 结合大家共同的力量 共同执行相关内谷社区安全的一个方案 那在理事长是帮我们谈一下有没有具体合作的实例可以 好 我们回溯到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救援局休闲运动安全计划中 推动了救人救己 重新出发 我们募集了资源分赠给内谷区各学校一台AED 以备紧急救护所需 在这个实施的计划跟背景里面 我们是根据行政院的一个报告 日本在公共场所装设AED 可将没有正常心跳的一个患者存活率 有7%大幅提升到38% 而台湾因为公共场域缺乏有效急救的设备 以至于每一年 有将近两万人在到院的时候 就停止了心肺功能 有鉴于事态的一个严重 必须积极地谋求解决之道 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个目标上 我们计划就是在内谷区每校设置一台AED的一个设备 让青师生社区民众都学会CPR 还有AED救生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1月开始 我们本会借由校园自行车考照 校庆 成果分享 音乐会 登山 不安全点 检核 讲座等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推广AED的这个技术 让各种年龄 民众都有学习的机会 那这个实施的对象呢 我们也包含了提供给内湖区公立的高中国中小学 那我们的合作的一个伙伴 我们也邀请市政府卫生局 还有我们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百略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还有中心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来协助协会这里 来一起参与这项AED的一个推广 说到这个推广会让我想到 刚刚有提到两万人在送进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停止心肺这个部分 我会觉得这个成本太大了 因为这个成本大让我体悟到 我们真的有责任去找到解决的方式 所以也因为这个解决找到了AED 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 黄金期来把宝贵的生命 把它拯救起来 所以这个部分也节省了 未来社会医疗国家所付出的一个成本 那说实在这个推动的历程 大概四年左右 我会想到要推这个部分 其实我有感而发 那时候在一个小学 一位老师在授课的时候 在辅导课的时候 他才64年次 四年前 64年次 年纪轻轻的一位老师 他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授课的当中 他就心肺功能就发生状况 心脏发生状况 也因为发生了这个状况以后 他整个人倒下 那学校就启动急救CPR 可是这个心肺功能 CPR是无法完整的抢救 他无法完整 因为必须要强力的电击 所以在这个当下 所以他们送到医院 可是你知道学校到医疗院所 最起码从教育119来到这里 再到医院 最起码有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 对这个急救的一个部分 真的会有延迟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所以我在当下就在找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抢救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那个当下 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时候 我积极的发起从募款 募捐的方式 用募集的方式来 邀请所有的人来面对这个问题 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会在学校 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去做募集 放置在学校呢 因为学校的运动场所 在下课的时候 都会让邻里民众去做运动休闲 那我就在考虑到 以经济效益来讲 我会觉得白天我可以照顾到亲师生 可是在休闲的时候 就下课的时候 可以服务我们的社区民众 所以也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由协会这里 来发起募捐 AED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每个学校都有一台AED 这样的一个设备 一来也让孩子们学习到 怎么去使用 因为设备的建制 如果你不会使用 那个设备还是空无一物 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说 放在学校的原因是说 透过学校的场域来教育孩子们 当你有遇到这样的一个 需要紧急急救的人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一台机器 我觉得我要的是 那个教育的那个部分 让孩子或者是亲师生 都很清楚的知道 怎么去操作这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才会说 在学校里面放置这样的一台 AED除了自救以外 也还可以救人 这个过程中 四年的过程中 我们从发起募集 到公部门的一个立法 修法 到除罪化 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普及化 在我们公共所有的场域里面 几乎都有看到AED 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就是我们这四年来 一路走来的一个历程跟过程 那当初要募不少钱 每个学校一台 对 没错 说实在 起头难 那也因为公部门 看到我们的决心 也看到我们的努力 所以在当下我也跟 那时候是卫生局局长 林启宏林局长 我有跟他提到 我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希望以他的高度 来登高一呼 邀请更多的企业 或者是庙宇 来一起 我们来做一件 有意义的工作 所以在林局长的 登高一呼以后 慈幼公 在此也特别感谢慈幼公 为整个台北市 募集了 他捐赠了200多台的一个AED 所以也因为他的捐赠 所以我的小小的愿望 也完成了90% 那目前内湖区 还有六所学校 小学 还缺六台AED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我也很希望 听到这个广播的 所有的民众 如果你们愿意 参与这样的一个 募集AED的一个计划 我希望你们能跟我们 主动来协助我们 共同完成这一件 有意义的工作 在理事长 还有其他的活动实力 可以补充吗 在我们社区安全推广上 协进会前面有提到 我们是结合 惨观学民的力量 举办了各项宣导的 座谈与活动 我们之前有办的 小小说书人的一个比赛 透过小小说书人的比赛 然后让民众也很清楚的知道 在我们安全议题上 他们发挥了 怎么样的一个力量 然后从教育的场域里面 让孩子们把这些实力 带回家里面 那也透过内部区的一个 国民小学的 校园安全会议 防律教育的一个宣导 自行车安全宣导的 一个考照活动 我们还有防灾教育的 一个宣导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 安全爱心商店 那安全爱心商店 这个部分我们结合了 因为时代的变迁 现在我们便利商店 几乎所到目击 眼到目击 很多的地方都有超商 我们结合自大超商的 一个能量 尤其是他们24小时的 一个营业规模 然后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结合超商来一起 与我们共同推动安全爱心商店 让需要寻求协助的民众 在最快的时间 最便利的一个方式下 寻求协助 在超商这个部分 我们在内部区算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因为以往超商都是被动的 那我们透过主动的方式 让超商也可以成为 社区的一个守护者 其实他在守护民众的同时 其实民众也在守护他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是要互相协助 然后创造双赢 他也回馈了社区民众 对他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我们在药酒饮 谈到西域性的伤害防治的讲座 这个部分我们着力很深 因为现在毒饮泛滥 K他命安非他命一堆 那孩子们真的在同才之间 他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懵懵懂懂的就不经意的感染了 因为同才之间说 你吃一下我喝一下 就因为这样的不好意思拒绝 或者是不了解 然后不小心就染上了这个毒瘾 其实在终端医疗院所 给我们的数据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也因为看到了 我们就要面对他 怎么去抢救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免于被毒品侵害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也透过协会这边的力量 来让公部门也一起共同重视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子 请医疗院所来协助我们 在各小学 当然教育局也有协助 就是一起来推动药酒饮的防治 让孩子们很清楚的知道 在你不小心感染的时候的后果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们要在 当别人给你提供饮料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不能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不小心染上 受害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 对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每一个人要透过爱自己 然后懂得去保护自己 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在学校场域里面 我们办了很多很多场的一个 巡回的一个讲座 就是要让学生们 孩子们很清楚的知道 怎么拒绝跟毒品说no 在理事长是谈一下 其他外线市有没有相关的 这个社区安全或健康协助会的 这个组织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进行 所谓的社区交流 参访的活动 有 其实我们每一年社区 这边我们都会有安排一场 每一年我们都有安排一场 到各社区去交流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别的社区来我们协会来参与 像我们去的部分 桃园的凭证 我们也学习到 他们凭证 这个部分他们在场域里面 休闲场域里面的一个安全 他们是怎么去做到的 对然后他也分享他们 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不同的亮点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他们给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氛围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去文山区 看他们的那个指南工 他们怎么去做社区的步道的一个安全建制 文山区的部分 透过我们彼此交流分享 透过座谈的方式 透过实地的一个参访 我们从彼此的一个交流 然后得到共同学习与成长 去年我们去到宜兰市的宜兰国中 我们看到宜兰国中 康星国康校长 怎么在学校场域里面 可以把社区资源怎么带进学校里面 让学校的资源可以完完整整地用在学生的身上 那康校长是一个很用心的一位校长 他把社区资源很完整地引进在学校里面 我们在学校场域里面 我们就看到他的分享 然后看到他们那个资源分类啊 然后或者是说场域周遭的一个安全的建制 他们在超商这部分也有做了一个很好的连结 对所以这个过程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场域 可是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怎么让安全这个部分 让学生亲师生共同一起遵守 然后一起努力去建构一个安全的环境 最后是不是再请理事长帮整个协会介绍 除了你们例行的一些活动 还有些什么业务在推动 说实在的 我们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与健康协进会 我们是一个纯公益社团 永续经营的一个社团组织 结合惨观学民的力量 自力推展社区安全与健康处境的一个理念 也契合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推广安全健康的一个精神 在区民的共识下 积极推动 结合社区内所有的资源 共同为了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一个伤害 营造安全的环境 促进人际和谐 增进每一个人身体 心理与社会全面安适而不断努力的一个运动 我们协会是台湾获得国际安全认证的一个先锋 于2005年成为全世界第94个国际安全社区 2010年内湖区再度认证成功 2015年也就是今年 在内湖国际安全社区 我们即将要再度争取第三次的一个国际认证 我们会持续努力的推动内湖国际安全社区认证以外 我们会增加国际的人建度 为国家外交加分物以外 更期许我们目前的努力 能够将自助互助与公助的资产留给下一代 作为社会的一个资本 让永续的跨部门的协力成为一种社会资源 促成内湖是由社会投资的一个幸福社区 内湖安全社区的最大资产 在于制度的一个嫩性 是台湾唯一一直持续 且能够跨节跨部门推广处境 15年的一个安全社区 过程中没有因为地方行政首长的改选 或公部门主管更换 或经费的一个匮乏 等其他的因素而停顿 这是我们内湖安全社区 共同的资产与生育 这样一个美好的理念与行动 主要是靠自宫们奉献自己的时间 精神与能力 甚至是金钱 因为有许许多多 无师奉献的自宫朋友们 内湖社区才能不断地进步 人与人之间能更加的美好 使社会更祥和安定 也唯有志工朋友 积极有效的执行力 社区的安全方能看得见 人人皆自宫 弱实地执行 我们2015年 在内湖区国际安全社区认证 才有实质的意义 我们协会的伙伴 都以自宫心 公益情地积极参与 营造安全社区 永续发展的事业 透过邻居大家爱的能量 为区民的一个幸福与尊荣而努力 一起用心来关怀 社区事务安全不会从天而降 它必须要努力地追求 要完成一件美好的事情 一个人的力量 真的真的很有限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 你都能付出一点点的力量 那样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社区人做社区事 让我们一起努力 内湖国际安全社区 层挚地邀请大家 一起来推动减少各种意外 或故意性的伤害 营造安全的环境 促进人际的和谐 增进每一个人身体 心理与社会 全面的安适 而不断努力的一个运动 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内湖 社区安全与健康协经会的 理事长李明珠 李理事长来节目 跟听众朋友分享 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跟他们互动 除了透过我们这个节目 有你们这个粉丝页之外 还可以怎么样跟你们进行交流 这个部分可以上我们协会的网站 还有我们的部落格 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一些互动 那我也很欢迎听众朋友们 能透过我们的网页 更认识我们 更了解我们 那这部分我也特别感谢 我们协会网站的一个 文宣组的组长 吕秋芬 吕组长 这部分她协助协会 发挥很大的一个力量 这个部分我也要在此 特别特别的感谢 感谢